爱奇艺尖叫之夜已经拉开了帷幕 凭借亲爱的热爱的安火爆熟悉党的现代友李线 以一袭米黄色西装的新造型亮相红毯 高大潇洒风度偏偏简直是帅炸了 走完红毯接受媒体拍照的时候 李线一手插兜一手举起 向粉丝和媒体朋友们打招呼 举起了一只手还稍微摆出了一个扯刀手的造型 虽然幅度不大但是显得有些内眼害羞很是可爱 随后走到舞台中央接受采访的时候 女主持人上来就喊话沾了李线的光 因为她跟李线都是10月19日出生的 而另一位男主持人也是天秤座 三人同台真是一个特别的缘分 李线听后一脸不可思议 但又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情 真是好可爱呀 接着李线做完自我介绍后 主持人问她有没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话 李线非常诚恳而认真的 感谢粉丝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还说自己是一个性格比较独特的人 但粉丝们还愿意听自己的 对此李线表示非常的感谢 是那个低调特别千绪有理的现在又没错了 随后当然少不了问一些作品问题了 目前李线正在拍摄电影《古董局中局》 跟她搭档的也都是实力派 比如葛优 雷佳音和辛之类的 此外李线和李一同主演的剑王朝也要正式上线了 最后主持人还味道了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那就是童言夫妇 当然也就是李线和杨子年底还未同框吗 李线听到后很认真的想了想 随后李显可怕的表示不太能保证 因为自己也不太确定不好确定 最后还不好意思的娜娜一笑 小哥哥的这个回答和反应真的是太可爱了呀 虽然两人目前都在拍摄《哥子》的新作品 但毕竟接下来还有不少的活动盛典之类的 而是李线的回答也是不太能保证和不太确定 所以说他跟杨底在年底还是有很大可能会再度同框的